李克强去世中国民间慎言气愤亚裔 李克强去世中国是否会出现抗疫事件备受关注 金融时报表示鸿海遭查税 恐怕成为中国与外资关系分水岭 王毅和布林肯会面 只淡然面对两国一些杂音 前美国驻港总领事表示 美国不会邀请李家超出席APEC 哈马斯又一高级指挥官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快报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0月27号星期五 订阅新唐人 了解最新药文 首先来看到 根据大陆官媒新华网报道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26号突发心脏病 经抢救无效 在27号凌晨0点10分 病逝上海 享受68岁 消息传出后震惊各界 有学者甚至认为 李克强的猝死并不单纯 尤其过去10年 和习近平在权力上的纠斗 成了习近平眼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而为了巩固权力核心 习近平必然对李克强进行血与火的清洗 即使李克强下台 习近平也不会松手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对他盖棺论定 说他是中国少数靠实力上位 心中还有人民的总理 还有他的李克强经济学标榜的透明度之高 戳破了中国官媒统计数据单位 吹大牛的漏袭 2023年3月黯然下台 对李克强这位曾经破坏中国经济蓝图 10年的总理来说 并不风光 但告别政坛这7个月间 李克强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反差 却反而被凸显出来 有观察人士说 这让许多中国平民、知识分子和基层政府官员 反而更拥戴这位心中有人名的平民总理 使得他卸任后的支持度可能比任期内更高 香港的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前研究员丁学良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经常讲一些 没有根据的吹大牛的话 那个时候他也就是李克强 本人亲自出来讲 中国还有6亿人口 他们的月收入还没有超过1000元人民币 这等于是正面戳穿了官方媒体的吹大牛 这句话打动了无数的人 因为他作为国务院总理 他看到的经济数据是全面的 不是一个局部地区 而且很多年积累下来的 防疫期间 李克强鼓吹地摊经济 更说明他的草根经验 让他可以一针见血地 帮基层和中低收入的民众 找出经济活路 透过成本低 具价格优势的小本生意求生 而且在当时官方的高压治理下 地摊经济也能弥补过度防疫 所带来的低迷压抑和悲观的社会气氛 关于李克强之死 美国之音致电北京境内的两位经济学者 和一位外交学者 但他们都以中央复告还没出来前 或过于敏感为由 不敢接受访谈 来看下子快讯 根据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 李克强去世消息传出后 不少中国网友在网络留言悼念 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 有人说太突然好心痛 中国民间对李克强去世的反应 令外界不禁联想到周恩来及胡耀邦去世后 分别引发四五运动和六四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 大批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 同时介意表达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 最后演变成镇压收场 1989年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 大批民众悼念 学生涌到天安门广场聚集 最终引发六四血腥镇压 过去三年疫情导致中国经济低迷 2022年底 中国多地爆发反对严格防疫封锁措施的白纸运动 可见民众内心之不满 中共官方今天突然公布李克强去世 会否引发民众的抗议 以及习近平和中共如何悼念李克强 也备受关注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庄家颖表示 在目前中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下 不排除大规模悼念活动 会引发一些抗议 来看下个快讯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投入台湾总统大选后 鸿海旗下富士康近日遭到中共当局查税 分析师更是指出 这起事件可能成为中国和外资关系的分水岭 世界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鸿海 替美国苹果公司制造的iPhone手机 大多产次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 而郭台铭两个月前宣布投入总统选战时 曾夸口称中共碰不了他或者鸿海 郭台铭当时指出 如果中共政权说要没收鸿海财产 我会说yes please do it 我不能听从他们的命令 我不会被威胁 郭台铭虽已经在9月辞任鸿海董事 但仍然持有12.5%的股份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22号报道 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 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 进行税务稽查 自然资源部门针对富士康 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 进行现场调查 消息曝光后 鸿海市值在三天内跌掉了逾5% 鸿海智慧手机制造子公司 富士康在香港股市重挫15% 鸿海生产网络设备和工业机器人的子公司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在上海股市大跌16% 以在中国累计投资 雇佣人数和出口规模来看 富士康是当地最大外资 过去30年协助中国成为 世界主要制造中心 如今也卷入瓦解全球经济秩序的 地缘政治势力之中 除了政治因素 鸿海高层相信 北京最新行动是想警告他们 不要将太多制造业产能移出中国 以免在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 经济压力之下 再添数十万人失业 一名台湾官员表示 其他台企持续缓步 悄悄撤离中国 但富士康是一头大象 大到没办法这么做 也有人看法正好相反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中国经济 及两岸经济关系专家 刘孟俊认为 在供应链分裂下 北京的目标是让自家企业 接手电子产品制造工作 他说中共政府可能已经下结论 他们不再如以往般需要富士康了 来看一下这快讯 周四10月16号下午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华盛顿接待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在会晤开始前 有短暂的几分钟新闻会 开始给媒体 根据国务院的直播 布林肯做了非常短的开场 基本上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和外交部长王毅一人发言 王毅强调 他应美方国务卿邀请访问 他说中美两个大国有分歧有矛盾 同时我们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 有需要沟通和应对的挑战 王毅还强调了美中对话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双方需要对话 我们要恢复对话 我们要更深入对话 全面对话 通过对话来增进相互了解 消除误解和误判 不断寻求扩大共识 开展会议合作 王毅表示要尽快让中美关系 回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规划 同时他又说 中美关系总会有各种杂音 判断标准不是看谁胳膊粗 谁嗓门大 最后王毅表示 他相信会谈一定是建设性的 向前看的过程 白宫周四表示 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对华盛顿为期三天的访问标志着 另一个里程碑 确保已经破损的美中双边关系 不会进一步恶化 王毅在周五将前往 白宫会见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根据白宫周四稍早发出的一份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公告 称沙利文和王毅的会面 符合双方关于维护战略沟通管道的承诺 也是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 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路透社周四早上 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王毅周五在白宫会见沙利文时 可能会跟总统拜登会面 白宫拒绝对此置评 来看一下则快讯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前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唐伟康 今天12月27日表示 美国政府不会邀请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 但希望港方有其他人参加 香港网媒卓见名家 27日举办世界地缘政治演变 对香港的挑战论坛 唐伟康应邀由美来港做主要演讲嘉宾 在演讲中做了以上表示 今年的APEC会议由美国主办 年内有多场资深官员会议 重头戏经济领袖会议 将在11月中在加州旧金山举行 据报道 美方不会邀请李家超与会 但至今尚未对外公布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美国当局对多名港府官员实施制裁 当中包括时任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报道 美方决定不让李家超出席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对于上述报道 香港当局及李家超一直强调 APEC不属于某个国家或经济体 特首将会按照APEC的规则 和惯例出席会议 而美国作为东道主 有责任邀请香港特首与会 来看下自快讯 周五十二十七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哈马斯西汉尤尼斯的指挥官 麦哈特·穆巴沙尔在空袭中丧生 穆巴沙尔被指控参与对 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社区的爆炸和袭击 此外在过去一天中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袭击了250余个哈马斯目标 其中包括加沙的恐怖分子隧道网络 而在前一天26号 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军方消息称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 在对加沙地带发动的一次空袭中 哈马斯的达拉吉·土法营的三名高级军事 指挥官被击毙 以色列国防军称 达拉吉·土法营隶属于哈马斯城市旅 被认为是哈马斯最重要的部队之一 以色列当局表示 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袭击以来 截至10月26号星期四 以色列已经有逾1400人死亡 超过5400人受伤 巴勒斯坦当局称 加沙地带遭受以色列空袭的 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7028人 其中包括2913名儿童 加沙地带有大约20万住宅单元 被完全或部分摧毁 来看一下则快讯 欧盟在周四 12月26号在布鲁塞尔 结束了为期两天的 全球门户论坛 为的是通过投资 3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和气候等项目 抗衡中共一带一路 吸引全球南方国家 2021年11月底 欧盟执委会推出全球门户计划 目标是在2027年前 注资协助发展中国家 建设绿色能源 数位化 水资源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半投资将用于非洲国家 全球门户计划的投资项目 涉及能源 交通 教育和研究等领域 还包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帮助欧盟获得对其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增强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两天的论坛汇集了大量来自欧盟国家和世界各地政府 私营部门 民间企业 顶尖思想家 融资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签署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 毛里、塔尼亚的绿色轻能源合作 以及和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的关键原材料合作 一周前 中共主持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庆祝活动 签署了972亿美元的项目 批评人士称 中共的一些基础设施贷款 使贫穷国家背负无法偿还的债务 欧盟官员表示 全球门户将确保当地社区从基础设施项目中受益 并推动社会和环境高标准建设 欧盟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如塔乌尔皮莱宁向路透社表示 我们想降低风险减少依赖 我们听到我们的合作伙伴有类似的目标和愿望 该委员会表示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海外发展援助提供者 是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 乌尔皮莱宁表示 将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 我非常有信心 我们将加强我们的全球作用变得更加高效 更具有战略性 扮演更重要的全球角色 他表示 他和非洲国家负责人的谈话中了解到 许多国家不想借更多的贷款 而是希望尽快和欧盟合作 好的 锁定最新要文 请订阅新行快报 别忘了留言和点赞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